你會吃泡麵嗎? 是啊 那你最喜歡的泡麵是哪一家? 一定沒有人知道 你最喜歡吃的早餐是什麼? 在台北 石牌無名蛋餅加飯糰加米漿 你是吃哪一家的烤玉米? 就是士林廟口的烤玉米 那去士林夜市一定要吃的是什麼? 廟口周圍的幾攤都是很老的店 青草茶、烤玉米、蚵仔麵線 還有木瓜牛奶 都在那個周圍 炸雞排跟鹽酥雞你選哪一個? 鹽酥雞 你切小塊的時候 比較多焦的麵比較好吃 那剉冰配料選三樣好了 哪三種? 麥餃、芋頭、花豆 最喜歡的滷肉飯是哪一家的? 圓環三元號 切的比較細 比較有點像是那種肉燥滷肉飯的感覺 然後胡椒很重 我爸爸、我哥哥、我男人的聚會 都是在三元號 台菜的話你會想去吃哪一家? 台菜是新葉 菸拿、破布紙、蒸石斑、蛋黃肉 那中餐廳呢? 天香樓、龍井蝦仁 超棒 那你最喜歡的泡麵是哪一家? 我最喜歡的泡麵一定沒有人知道 旺旺浪味乾麵 它是印尼納麵啊 不是米格蘭那個 米格蘭之前的那個系列 最常去的餐廳? 饗宴鐵板燒 在宜蘭啊 在宜蘭 我上禮拜才吃 跟周杰仁一起嗎? 沒有 因為周杰仁也很喜歡 講一些玩笑 在宜蘭 在宜蘭 有 phone